我是永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茄子大虾怎么做 我们用鸡尾虾和大白虾都可以 今天我们准备的一斤大白虾 我们准备好的虾去除虾馅和虾头里面的胃囊 然后进行清洗,洗好后我们放到案板上 用刀在虾背上划开 谢谢大家 我们再准备生姜一小块 切片 然后再切成末 大蒜数个去皮后 切片后再切成末 小葱一小段 用刀直接切末 这些切好后 我们放一边杯 这时我们在锅里 最好放三分之一的油 油最好多放一些 油热后 我们倒入控干水分的大虾 虾炸至金黄色后 落出放入盘中 我们锅里重新起新油 五成热后 我们加入姜末和蒜末 炒香后再加入番茄酱10克 白糖10克 料酒2克 生抽3克 进行炒至糖充分融化后 我们再挤入柠檬汁少许 这样的汤汁会更香 我们再把炸好的虾倒入锅里进行翻炒 出锅前加入粉嵌水 让汤汁增稠 让每个虾都能挂上汤汁 我们先把虾捞出装入盘中 再把锅里剩余的汤汁浇到虾上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装盘 再撒上葱花 这样一道茄汁大虾就完整的做好了 你学会了吗 如果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做的菜就请关注我 关注永哥四方菜 每天带给您不同的美食